这条狗太色了 趁着小主人睡觉 他竟然偷偷地去找小母狗约会 还雕了一朵白玫瑰和一瓶香槟 于是小母狗非常的感动 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狗窝里共度粮小 因为爱情来得太突然了 狗子把主人要搬家的事给忘了 早上小主人收拾好行列 就到处寻找他 可怎么着都没有他的身影 伤心的小主人只好大声喊了句狗的名字 冰果 冰果听见后从狗窝里不紧不慢地走着出来 还舒服地伸个懒腰 这时他突然听见了发动机的声音 糟了 把今天搬家的事给忘了 等他跑过来时 小主人一家已经开车离开 冰果在后面疯狂地追 因为爸爸一直都很讨厌这条狗 这次终于可以借此机会甩掉他了 然后就一脚油门 那车骨了都干冒烟了 主人一家就这么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但冰果不想离开他的小主人 就在十字路口处 想修处小主人往哪个方向走了 可这也引起了交通堵塞 交通警察来后抱起了冰果 但突然闻到了一股香槟味 于是交警就画了一条白线 让冰果顺着白线走过来 然后他非常的确定 这条狗肯定是喝酒了 就给他开了一张罚单 并告诉他 如果再有下次就拘留你十五天 小主人还怕狗子找不到他们 就在路边洒了一泡尿 冰果闻到后终于确定了方向 然后一路狂追 跑了整整一天 他又累又渴 终于找到了一个水龙头 可又放不出水来 只能顶着太阳继续上路 但没过多久 他眼中突然就出现了幻觉 看着小主人拿着水向他挥手 然后就倒在了路上 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狗子疯狂地摇尾巴向男人示好 于是男人把他抱回了家里 随之这里竟然是个 加工热狗的黑作坊 这条狗正在越狱 其他狗子把镜子伸出龙外 帮他放哨 狗子们看见来人 就马上发出警告 冰果见事不好 就赶紧用毯子盖住洞口 狗贩子拎着一把大砍刀走了进来 一只小狗说今晚就顿你了 这时妻子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狗贩子放下小狗慌忙去查看情况 借此机会 冰果的洞穴也终于挖通了 然后又把所有狗子们都放了出来 于是他决定要统领这些狗子们去复仇 他们把狗贩子和他的妻子团团围住 又把两人关进了笼子里 冰果负责开车 而其他的狗子在后面退 随着汽车的发动 冰果及时跳下 一对没人性的夫妻 从此隐恨西北 所有狗子们都想让冰果当他们的老大 可冰果却坚持要去找小主人 然后他们便挥手告别就各奔东西 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 冰果想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找些吃的 碰巧遇到两个爱狗人士 他们看冰果可怜 就把他带到了房车里 可俩人怎么找都找不到吃的 然后就打开了厕所门 问里面被绑的几个人 原来两个男人是劫匪 他们劫持了一家四口 冰果发现后并没有生长 而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耿劫匪都睡着了 他偷偷从窗户跳了出去 然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接听员根本听不懂狗语 只能把警长叫来 这时冰果又用求救信号敲打电话 警长听后马上记录进行反译 然后又根据地址定位确定了位置 而冰果也再次返回车上救下了一家人 可小女孩关门的声音惊醒了劫匪 冰果为了救他 只能冒着危险和劫匪拼命 同时警察也已经赶到将他们团团围住 劫匪懵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警察 刑警之下他们只好拿出冰果当作人质 可警察根本没把狗放在眼里 对着房车就是一顿兔兔 劫匪无奈只好举白旗投降 而冰果因为救了一家人 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事件被报道后 这也碰巧被他的小主人看见了 于是他赶紧写了一封信寄了过去 希望冰果快点回到自己的身边 但此时的冰果已经被小女孩一家领养 从一个流浪狗描便小公主 而冰果却不想过这种生活 他只想找到自己的小主人 于是他再次踏上了寻主之路 可那两个劫匪对冰果恨之入骨 觉得他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狗 就从监狱里跑出来找他复仇 然后把寻狗骑士贴得满城都是 上面还写着提供线索者奖励8888毛钱 这天冰果的小主人放学看见了这张寻狗骑士 然后他就按照地址去寻找那两个劫匪 而这时一个男孩为了拿到奖励来提供线索 可两个劫匪言而无信 一毛都没有给他 这时冰果的小主人也赶来了 他得知冰果的消息后马上就去追那两个劫匪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但男孩非常的勇敢 骑着自行车就冲向了劫匪 两个劫匪被撞倒在地 男孩大喊让冰果快跑 冰果跑了 可小主人却被劫匪抓了起来 这条小狗看见小主人被劫匪 就偷偷趴在车顶秘密跟随 来到一个废旧的仓库 他用爪子擦了擦窗户 确定小主人就在里面 然后他赶紧回家去找小主人的妈妈 可妈妈没明白什么意思 于是冰果再次跑了回去 把小主人的帽子叼了回来 这次开门的是哥哥 可哥哥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管冰果怎么展示都没用 这次冰果又把小主人的衣服叼了回来 可哥哥嫌他太烦了 拿过衣服就给扔了出去 直到劫匪打来电话 妈妈才急了起来 无奈的冰果只好自己回去救主人 他呲牙咧嘴地扑向两个劫匪 混乱中他咬住一个劫匪的蛋蛋 疼得他好好叫唤 不得不说看着都疼 可最后冰果还是敌不寡重 被两个劫匪制服 这次他们为了万无一时 还装上了定时炸弹 临走时他们丢下的烟头 碰巧点燃了仓库 冰果趁机摇断自己的绳子 可小主人的绳子太紧 无论他怎么努力都解不开 这时火势越烧越猛 小主人让他去安下消防开关 但此时冰果胆怯了 可看着小主人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 他还是克服了恐惧 纵身一跃就跳了过去 然后处罚了报警机关 这时外面两个劫匪也被警察团团围住 殊不知此时消防员已经解救了狗子和他的小主人 男孩告诉他们 箱子里有爆炸弹 消防员推倒了箱子 冰果用敏锐的笔子确定炸弹就在这个包里 然后毫不犹豫地叼着炸弹就冲了出去 而外面的警察对劫匪已经忍无可忍 一枪就打中了劫匪拿遥控器的手 遥控器掉在了地上 触发了机关 炸弹在安全地带爆炸了 而冰果再也回不来了 男孩因为伤心过度 直接就晕倒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 但他刚睁开眼睛时 家人就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说冰果还活着 然后带着他一起去看冰果 病房外都是冰果帮过的狗子们 病房里也围满了人 病床上小主人终于看见了受伤的冰果 他恳求爸爸不要再抛弃他了 而爸爸在众人的注视下 也无法再次推脱 当然了 儿子 我们随时把他抛弱了 你都不听你 你都不听你 你这个小垃圾 你没有失利啊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